小狗搬了 我跟你说这场比赛要是我当BP手的话 我最后一手其实会选一个对方根本想不到的英雄 如果我是BP手 我绝对想要选一个对方根本想不到的英雄 我会选潮汐 这场比赛我最后一手直接掏一手潮汐出来 小狗搬了 阿姆基这个英雄的话能猜到 这个英雄其实是一个 就这场比赛而言的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择 只不过我没有挑他的原因是 这场比赛他们现在的输出够了 输出其实不缺 缺的是控制 这场比赛我说一下为什么是潮汐啊 为什么是潮汐 因为老跟爹现在的这个阵容 他的双头龙影魔巨魔战将这三个人 能够提供的团战输出已经已经溢出了 讲道理已经溢出了 然后潮汐这场比赛的出装要求呢 也不高 他不需要去出跳 这场比赛的潮汐是不需要出跳的 潮汐这场比赛可以直接出A 直接出一个A帐出来 A帐的范围减速加减甲 配合巨魔战将的贴脸物理输出 非常好用 而且他的范围减速可以配合影魔 再加上他的大招能够给影魔的大招和巨魔战将的充脸提供一个很好的空间 对方的黑咸加白牛这个阵容 以及配合卡尔这样的一套阵容 他们拿潮汐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们没有破坏 没有破坏效果 他们的控制技能并不能够去控住这个潮汐 所以这场比赛就如果拿一个潮汐的话 团战会非常好打 而且对线期也不会太难受 低价装备对于潮汐来说 也不需要去考虑太复杂的装备 就直奔A帐就完了 出一点基础 直奔A帐就行了 然后还可以有一个选择 就是潮汐也可以不做A 就是这场比赛 对方现在的这个阵容输出比较有限 真的是输出比较有限 你可以考虑直接去做这个 卫尸净甲这类东西 当然了 这个是我这样去想 但实战情况它有各种各样的变数 一方面牛它不怎么用潮汐 牛其实是一个偏向于发育和输出向的这种三号位 它整体是偏向于发育和输出 像潮汐这种它属于是功能性 偏功能性一点的三号位 对于牛来说它打的不多 另外一方面从熟练度上解决了以后 另外一方面就是老干爹上一场比赛的这个爆发高的阵容 红利拉满 效果拉满 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还是想继续去把爆发拉高一点 而且从对方前四手英雄的这个输出能力和输出特点来说 伐木机这个英雄拿出来对方打不动 对方也是打不动的一个状态 他说老陈现在带的小怪是哪个 老陈现在萨特 他现在目前选的是中萨特 中萨特的话带抽蓝用来打伐木机是不错的 基本就两个选择 老陈现在出门就俩选择 一个是中萨特 一个是那个熊怪 熊怪是纯面板高 攻击力高 萨特是带抽蓝 打伐木机的话那个攻击力没用 带抽蓝的效果会更好 回音的中单卡尔 中单卡尔加上三号位黑弦 四号位白牛 大哥位的熊战士 熊战士打小强 双拖龙 影魔 巨魔 伐木机 他打哪个都不占优 两套里 他打哪个都不占优 拍拍搞个魔精 根本控不住 拍拍这个英雄 他搞不搞魔精 你都不太好控住他 直接直接打死他就行了呀 我们为什么要控住他呢 直接打死不就完了吗 他说露娜现在废了吗 露娜 不算废 但是 确实不强 主持 确实不太强 影魔 中路打卡尔 这是梦回多少年前呀 这是当年我还在打天梯的时候 而且都是我打天梯的早期会出现的兑现 露娜晨星是怎么被削弱的呀 露娜晨星露娜晨星没被削弱太多呀 露娜晨星只是 可是现在你要想拿破晓晨星你就得搬小强 但是小强这英雄着实不配上班位 所以破晓晨星现在基本不会选 达大齐奥的巡战士加上五号位老陈各扣一个神符 老贾爹是扣了上路的双符 对魔战将加双头龙打黑咸加上白牛 这个对线这黑咸白牛要被打爆了 不过黑咸白牛加上这两个人去打这个双头龙的话 有可能会形成一换一 要看双头龙的站位 魔这块前两个兵补的也是非常稳 只要第一波兵让他稳定了升到二级就OK了 这里又是一个影压一个平A 稳定升到二级完全不给对方任何反补的机会 开始稍微消耗一下 黑咸这边是回刀 补不着我也不让你补 回刀可以还反补了 还吃了对方一个急冷 这个第一波兵两个人之间的博弈 Echo把对方给打爆了直接 影魔走过来以后吓唬你一下 让你以为我要给你一个影压 但实际上我只是走过来吓唬你一下 然后干扰一下你的补刀 下路PW过来去勾兵来了 转一圈勾个兵 然后熊战士那边也是勾着兵往那边绕 两边两边那个勾兵操作勾的也是相当的搞 PW这边抽了一个野怪 抽了一个野怪再把兵线给带回来 带回来以后两个人在这个下路二塔到一塔中间的这个位置较量一定不 不过德拉奇要勾了两波兵过来以后呢 那边放过去几个 放过去几个导致这个兵线变成了一个两波兵线打半波兵线 完全消耗不掉 消耗不掉的话两波兵线勾过去呢 其实这一波小强勾兵的目的最终还是达到了 卡尔在中路虽然低波兵线是这个消耗方面没有能够博弈过 Echo的引波 不过卡尔现在在中路的补刀打这个引波也着实不会吃亏就是 攻击力太离谱 卡尔的英雄应该攻击力太离谱 尤其是出护二的卡尔 我之前曾经干过出四个护二把对面的亚龙点出兵线的事 亚龙开着一技能跟我对A 然后A不过我 四个护二的卡尔 四个护二出完了以后攻击力直接一百多 一百多的攻 然后再加上超高的一个回血 把对面的亚龙直接点兔了 鬼刀 哎呦漂亮 这时候Echo的正反补在中路给对面一个卡尔弄的还真的是有点有点心烦意乱 你别说 那四护二出兑线以后是打打 那个我就不琢磨了 因为当时我玩的是加速模式 我根本不考虑兑线以后的兑线期以后的 因为兑线期很短 加速模式那四个护二出门用了多久就有了 现在下路伐木机的加上小强的这个二人组打老陈和对手的熊战士打不过倒也算是正常了 非常正常 那这卡尔怎么倾线呢卡尔不需要倾线卡尔就平A 现在的卡尔前期对线的技巧就是平A 你说别的都没用 我攻击力高 你说你技能再厉害 我100攻 对线三分钟我100攻 你拿什么跟我打 你看现在卡尔的攻击力就快100了 卡尔攻击力已经91了 影魔的攻击力才多少 影魔加上17层灵魂的buff 影魔的攻击力70多 卡尔的攻击力91 而且白字占了88 四分钟神符抢到这里一个影压 双刀龙冰火叼加加上一个手榴弹 卡尔这块回头给机冷一个平A nice这边外队拿到了一血 外队拿一血也是好事 因为外队拿完一血可以直接买鞋了 白牛过来撞一下 撞一下影魔消耗一手 不过影魔表示 这欺负 打不过卡尔我还打不过你 直接回头就是一巴掌扶上你 像白牛因为去了中路 所以上路双龙龙和军国战将 抓住机会过来消耗一下这个飞鞋 阿尔这个英雄现在没有技巧 全是数值 对线期真的没有技巧 全是数值 攻击力高的就看不懂 攻击力自然成长5.9 5.9兄弟们 什么概念 每升一级加6点攻击力 然后他还是个全才 你出点属性装 看看这边一个影压 然后手榴弹给上去 穿刺打断 然后再加两个平A F这边再拿一个人头 美滋滋 黑咸 黑咸这边四个手套 四个手套的话 两个护腕一个魂戒 说为什么巨魔克黑咸 对线期打黑咸比较好打 然后A帐可以驱散黑咸的所有buff 看看这里 希罗被白牛撞一下 旋风飞斧先给上 减速飞斧丢上去 对方这边两个离子盾加征锋往回拉 希罗这边应该跑不掉了吧 开橡皮鞋 身上的先灵火 吃一下 再给一个旋风飞斧 这里转身给飞斧减速 没有来得及 对方这个离子盾 他追着趟 确实希罗没办法 外队的双农风不在 就他一个人的话 打不过也算是正常了 卡尔这边给上一个吹风 极朗的磁暴 影魔影压压不出来 白牛的冲也在冲 目标已经定上了 老陈支援过来以后 给上一套技能 卡尔这边没有技巧 全是平A 硬生上把艾扣的影魔 给点死了 那么这个开局的两个大哥 节奏被断 对方三大哥齐头并进 经济上被拉开了一些差距 卡尔现在打影魔 以前是这个冰雷卡 以前是冰雷卡 打影魔对线补刀补夺 需要靠技能去进行 更多的一个消耗 现在就简单多了 现在就简单多了 现在是纯靠数值 卡尔攻击力现在已经100了 超过100了 影魔现在的攻击力只有75 卡尔的攻击力超过100 而且出的这些装备 还没有纯粹加工的 全是加属性的 1279点血 影魔800血 影魔800血75 卡尔1200多血 加上100多封 这边急冷磁暴 再加上队友的技能跟上去 不过支援过来的小强和双动龙 把GD这边逼退 看看这边白牛冲过来撞一下 什么提前旋风飞火 但是卡尔的急冷加磁暴已经上来了 就魔没有蓝放大 这边神通拉回来 人头又被黑线拿到 老跟爹这样比赛 前期确实压力有点大 而且伐木机那边 因为四号位放的是一个小强啊 四号位放的是一个小强 这个对线期养怪物的问题 还是有点严重 巨魔其实保的还行 巨魔这个战线是没出什么问题的 可以看到巨魔战将 虽然这波被击杀了 但是他的经济 在被击杀之前和对手的黑弦 是差不多的 然后双方龙和对方的白牛经济相比的话 也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在其他线的接触的一个战斗力上面 卡尔跟上来一个平A 然后呢 小强过来以后 这边直接挨了一个吹风 落地 直接给皮一个抽篮 漂亮 不是抽篮 不是抽篮 是一个神志暴力 这边伐木机来了 伐木机第一波参团 中路一台已经被打掉以后 对方还是追的比较紧 直接冲二塔了 荒尔塔被支援过来的伐木机 以及巨魔战将完成了一个击杀 现在巨魔战将这波是拿了一个老陈的人头 上路双方龙 这里给上一个冰墙 还在往前追的话 这应该是追不太上吧 冰火交加 影魔龙能给到一个影压 给到了 在加飞浦减速 但是时间有点长 卡尔巨员到位了 急冷给谁 这边急冷没有交 应该是没有技能CD了 没有切技能的CD了 估计 为什么这个影魔这么穷 对方这场比赛 针对影魔针对的比较狠 针对的比较狠 确实 这个黑咸家白牛的二人组 再加上中单放一个卡尔 影魔在前期的对前压力 有点过大了 这场比赛到了游戏的中期 对于老干爹来说 要等的就是BKB 因为这场比赛 前期有点八空 要等一下BKB 会比上一场比赛 要难打一些 但并不是没有机会 机会还是有的 今天有XG 不大叔 XG里边已经打完了 XG第一轮已经打完了 第三轮的比赛 太晚了 我就不窝了 好吧 这是冰雷卡 应该有的攻击力 卡尔现在 什么卡攻击力都是一样的 以前冰雷卡最大的缺点 就是攻击力太低了 武刀和耗血都很费劲 现在的卡尔 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现在黑钱的经济 这场比赛 暂时排在全场第一 那拔木机的经济 现在确实是有点崩了 前期 虽然说是拔木机 但是四号位小强 这个对线挖坑的问题 还是得不到有效的环节 大叔 有雷火卡这种东西吗 以前有 现在没有 雷火卡 搞笑了 这个地方 看一下双动龙的冰墙呢 冰墙没有 被对方直接两个人秒掉 把武器来到战场的话 这个时候没有控制 打不了 打不了 这场比赛感觉要被GT 像上一场比赛 老根爹那样 碾压了 老根爹碾压 他们一样给碾压了 小强这个位置的走 是被对方扫描扫到了的 撒一把粉 撒到了 白牛冲 撞一下 然后再往前走 再给上一个减速 他在等自己身上的粉到时间 可以 粉结束了 粉结束了 这边再往前追 但是自己的大招也到时间了 转头给上一个穿刺 杀一只小鸡 尽力了 这波小强尽力了 已经吸引了对方 很多很多很多的注意力 足够长的时间 还杀掉了一只小鸡 浪费对方一把粉 以及一张TP 整体来说 其实这个小强 这波并不亏 这场比赛 老根爹在 这个四号位小强 这个点上啊 其实选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不过就是实战 发挥上 综合实战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张比赛 老根爹确实没打过对面 能看得出来 老根爹的一个整体战术思路 而且 从阵容来讲 白牛这个 这个小强 这个点是没有问题的 小强 无论是用他的李子敦 让他用他的皮 去弹李子敦 弹白牛的冲 谈这个熊战士的平A 或者拍地板 谈卡尔的所有技能 几乎是 几乎是所有技能 小强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存在 而且他的这个先手 可以有效的去帮助双农龙定位 伐木机去磨和影磨去跟输出 他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整个阵容选出来以后 肉眼可见的这套 康莫是能打的 能打出来 只是这场比赛 在前期对线发挥上面 没有对手好 没有对手好 这个只是单纯的没有对手好 没打过 神风战地记者来报 Falcans和雪碧那边又要1比1了 是吗 哦不对 不是雪碧 对是雪碧 雪碧1比1先人 谁都是1比1 中路影磨其实和卡尔的兑现 没有劣势本身没有那么大 只是对方的这个白牛 频繁的来争路干扰 然后在白牛过来给干扰的时候呢 双头龙加上这个 巨魔战将的这个二人组 没办法有效的去击杀对方的黑弦 也就是没法利用对方去 由中的这个边路1打2的空档 去压制住对手的三号位 这个带来的一个连锁法 打黑弦这个英雄 前期带一个廉价的驱散 带一个廉价的进攻驱散 是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带廉价的进攻驱散的英雄吧 反正或多或少都有点弱 看看这个接触 这一波的接触两边 都是在树林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对方先手 先手巨魔战将 一个冰墙大招 影龙直接树林摇大 完美 巨魔战将开始往上贴 拔木机直接打一套爆发 对方这边奶一口 伤害现在有点不太够 巨魔战将手里边的大招已经用过了 能回得去吗 对方这有一个不值得强封路 对方在不停的给他吐技能掩护 西罗一看这边有机会 直接往回撤 抓了一个空档 两边互换了一波技能 可惜是老干爹这些人太穷了 等级太低了 但凡这波的经济差 要是没有这么大 等级差要是没有这么多的话 老干爹这是一个完美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完美团 等级差还是太大的 说白了 德拉乔的熊战士 目前已经是反超到了 全场第一的经济 比较狂战斧出来以后 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确实是快 技能全交对面满血 满血倒不至于 对面半血多 多半血 还是前期的经济差有点大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是老干爹这一套阵容的话 因为巨魔战将的经济 其他所有人经济都比较差的情况下 巨魔战将他没有A仗之前 他的输出还是稍显薄弱了一些 这波对方过来去空盾16分钟差5000多 打完肉山应该是能拉开到6000多 没打完肉山应该是奔7000了 对于老干爹来说 这场比赛翻盘的希望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需要 藏住对方的这一个肉山盾 这一个肉山盾的时间过去之后 老干爹这些人的技能等级差不多 该满的就满了 主要的伤害技能该满的差不多就满了 这样的话在打下一波团战的时候 会比上一波输出的情况好一些 GG的这套阵容打到后期会出现输出 有点不太够的这个情况 但是前提是老干爹能扛到后期 中期的话他的输出还是够用的 比较说卡尔现在起点火 卡尔现在有火了 有一起加了一起火 老干爹对于老干爹而言的话 老干爹现在要做的就是 跟之前几天比赛当中 烈士局做的一样 就是这个时候不要投铁硬接团 他在实时的去带线牵制 像伐木机这种英雄 他单人带线可以带的很深 小强可以去偷人 德拉乔那边秒了一个双农龙 高农龙想一个人在这个高地上 拖一拖时间 但是对对手直接过来给秒了 对方这个高地上的非常坚决 知道熊战士再往后拖的话 输出点比较少 GG这个阵容输出点比较少 再往后拖这个高地可能不好上了 选择的是趁着我现在我无敌 趁着我无敌我赶紧上 德拉乔的这个落点 白牛这边一个冲 哦呦这个TP来了 真的是及时啊 我套路能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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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光约的 这块黑咸 黑咸秒掉漂亮 黑咸秒了 影魔直接给上一套技能 白牛这个位置能不能秒的掉 能不能秒的掉 秒掉了 熊战士直接去牵后牌 熊战士直接被带走 但是德拉齐奥能扛得住吗 卡尔和老陈在网上走 准备去救 德拉齐奥开启大招 卡尔这边给上一个推波 影魔上来转火 去杀这个卡尔 有机会了 再加一个影压 漂亮 人都来到了7比7平 老根捏现在是 打赢了这波团战 这波团战打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能看得出来 就是老根捏输出还是够的 这个正面台输出还是够的 看一下白牛这波 白牛这波冲一下 白牛这波冲一下 白牛冲一下 但是白牛离的也太远了 这个冲 小强开皮 转身揭穿刺 然后呢 大根指掉一个野怪 疯狂 疯狂轻隐 小强疯狂轻隐 小强疯狂 这边打魔方 这个大招持续时间够吗 够吗 够吗 够了 好极限 好悬 这边真的是好悬 走 这边看看熊战士的第一条命 这熊战士打算拿第一条命 换掉这个防御塔 换掉了 换掉了 小强抽一下 拔木机再收 来打一下 小拉乔想找机会 去跳出去一下 哎 熊战士反打 开皮 定一手 拔木机往前顶 影魔直接摇了一个大招 把对方后排断掉 看看熊战士的第一条命 还没打掉 太难杀了 白牛冲上来以后 卡尔这边一个磁爆 没有炸到人 这个磁爆没有炸到人 上路的高地塔高破 那么熊战士对手山盾 还有七秒钟到时间 小强还要上 小强这边还要上 哎呦 上肉山盾销 熊战士现在手里 上来 强秒 拔木机秒了 爆发好高 直接秒了 拔木机没有买活 真空里边拉一下 外队的双头龙 这个没有拔木机的话 爆发不够了 对方继续在高地上面 强拆 这个真的是可以强拆了 拔木机被击杀掉的话 一个非常关键的 瞬间爆发点没了 这样人都出来到了8-7 GG领先了7000加的一个统地经纪 然后高地高破 压制力给的太好了 这把老干爹还能翻吗 这把老干爹有点难 在那里的局面有点难 这把老干爹有点难 人都是9比7 这波9比7的人头说 卡尔这边一巴天火 打中小枪 小枪转身穿刺 巨龙战将飞斧 白牛被带走 看一下巨龙战将这个时候不能上 这个时候上就要死 冰墙留住 双头龙再给上一个冰墙 反身定住对方的熊战 熊战是这波往回撤 空间很大 巨龙战将开大贴脸 对方且隐身没有反野 打熊战 熊战队打死了 牛的伐木机拿到一波双杀 再往前追 卡尔这个地方 风风杖吹起来 落地也起火 我去 老干爹这波居然追赢了 再留住一个老陈 人都是9比11 团队经济差 拉开到了3000家的一个差距 老干爹这波追的 这也追的太猛了 真就是打对面熊战 是没有 没有大招的这一波 没有大招 没有盾 没有BKB 真敢往上追啊 其实刚才这波团战 从机会上来讲 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机会 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机会 但是 DG是头有点铁 就跟上场比赛 他们那个上路二卡那波一样 头有点铁 就他们觉得我这个时候 他们觉得老干爹可能不敢打 或者是我觉得我能打得过 但是熊战士这个英雄 在没有大招 没有BKB的情况下 熊战士真的是不如这个 A仗的巨魔战将 战斗能力强的 这波小强再往前追 追不上了 绝对开紧身 直接跑 没有追上 团队经济差 现在差三千 我觉得老干爹 不好翻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GG这场比赛 在优势局给到的 这个压制力 给的非常足 给的非常足的话 老干爹 他可能没有机会 去刷出来一些 能够支撑他 去翻盘的装备 然后GG就 就上头冲了一波 上头硬打了一波 小强里边开皮 想被撞下去 这个位置卡尔给上一发吹风 接磁爆 小强往下走 这波还是被对方的熊战士追过来 以后给带走了 让PW的小强被击杀掉 对方选择继续去打肉山盾 26分钟 准备去打肉山 直播间注意一下 不要不要去 说一点 不要去带职业选手的节奏 不要去带职业选手的节奏 想带职业选手节奏的 可以去其他的直播间 咱们直播间不宣扬这种节奏 好吧 我被AME粉丝爆破 我真别带了 什么叫被粉丝爆破 我被AME粉丝爆破 怎么可能呢 我从来不黑这个职业选手 我也从来不去黑 更不可能去黑AME 要是风胀吹起来 落地以后开BKB 但是被黏住了 11比11 人都是5000家的一个杀具 提督以上可以带 别乱说 别乱说 黑钱 这个黑钱的墙拉得完美 看看这个白牛能杀得掉吗 白牛升起40血 打死了 但是这个墙的位置太完美了 通常起来以后 双头蒙冰墙 对方开始BKB 再继续输出 罚目级第一下 我回勾 距离不够远 被贴住 人都是13比12 拉敲的熊战 直接完成了一波三杀 团队经济差 拉开到了7000家 咱们直播间那个 注意一下 就只要带一些选手节奏 还有就是那些说 那个 让提督可以带节奏的 这个你们别乱讲 你别不要乱讲 咱们直播间不行 怎么也得上三个月 你上一个月不行 不行 你们不了解你知道吗 你们不了解 因为他上完了提督以后 他可以申请退款 提督建长这些钱 我不是当月就能拿 他是一个月之后才到账 他可以申请退款 他上三个月 对吧 上三个月 我至少能拿到两个月的钱 回头他那申请 他上完提督了 趴击带完节奏了 他申请退款了 那不行 那不行 我不能让这些 罪恶的带节奏的人 这么战载 然后这边熊战士 直接在高盘上 完美拉墙 三人全中 影魔 后边大招出来 但是并没有打出完美伤害 带走对方的黑衔以后 举摸战将 举摸战将 回不来了 我感觉有点 这个熊战士 冰墙 截住 打死白牛 看看第一条命 打掉以后 第二条命能不能给他打掉 白牛选择了买活 拔木齐往回撤 老天天又是一个完美团 起身 冰墙截住 影魔 影压 跳过来以后 再接影压 对方直接 试试摸海道 头当老陈的一个召唤 白牛冲过来 准备反打 这边开皮 冰墙截住 冰火交加 给上去 一个风筝吹起来 白牛还在找机会 小强这时候被带走 小强买活 要不要买 小强没有选择买活 这边再往前 追卡尔 一个吹风吹起来 三个人 这边风筝 留住 影魔 留住卡尔 影魔这个风筝 张力大功了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影魔的 这一个风筝 打出来了 无数个 抄袭大招的效果 你敢信 这团战的拉扯 老干爹 什么叫团战 美如画呀 这个团战 打的是真好 这个团战 打真好 老干爹 距离性太好了 这个队伍 真的是 老干爹的 这个整个团战的 头脑清晰程度 真的比对方 强太多 拉扯 打赢了 这波 这个完美的 拉墙 老干爹 居然能抓着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打赢这个团战 真稳 这些人心态 真好 这已经是 淘汰赛 的心态了 已经不是 小组赛的心态了 因为确实 对于老干爹来说 他们后边的比赛 和淘汰赛的 败者组比赛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输了 就大概率会被淘汰 小组赛阶段 就被淘汰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场比赛 都要稳住心态 然后去力求 力求胜利 他说现在巨魔是不出狂战斧 狂战或者复连锁 不是这个 出不出狂战斧的问题 是他出A仗用来打对方黑弦的效果很好 打黑弦的效果太好了 所以他选择直接去出A 而且出完A仗以后 你就没有必要再出狂战斧了 刷钱有A仗就够了 A仗的刷钱速度 并不会比狂战斧慢多少 为了防止剧透建议大叔 现在开一下粉丝牌发言 呃 是个好办法 是个好办法 开一下粉丝牌发言啊 同志们 开一下粉丝牌发言 怎么了 怎么带粉丝牌啊 你现在不带着呢吗 刚刚现在老干爹的这一波 老干爹的这一波 感谢帕丘利 怒雷基老板的好多个灯牌 谢谢老板 哦 这波开一下双头鹿的冰枪 完美 卡尔被秒 nice 影魔这边大招出来 白牛被秒 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 人都说来到了18比14 现在GD领先着三天家的一个团队警戒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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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双头鹿的冰枪的位置和时机真的给的太好了 这样的话 大哥位的经济军国战将已经追平了对手的黑弦 比熊战士差的并不多 滑木鸡手里边现在也是跳脱风胀 加上一个分钟面杀 这样比赛老干爹这个出装真的太聪明了 因为对手这个阵容肉眼可见的 就是打到后期只有熊战士一个输出点 剩下四个人都没有伤害 真的是都没有伤害 所以只要我把这个熊战士给控住了就可以 那控住熊战的方法呢 从所有的装备角度来讲 控熊战最好的装备就是风胀 没有之一 因为风胀的吹风 这个持续时间是不看状态抗星的 这个是不看状态抗星的 所以你状态抗星再高 也是2.5秒 刚刚这一波卡尔给上一个冰墙 什么战士你还真敢上啊 就是给一个飞火 个应你一下 影魔在树林里面 假装摇大 不停的在提前摇大 其实不是假装摇 但是提前带摇 提前带摇 这样的话如果需要的时候 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出 风胀吹起来 火龙龙冰墙加大招 白牛撞一下 黑钱的这个墙的位置非常好 非常好 影魔大招出来 然后开BKB 开着熊战士秒掉了影魔 70秒的火时间 那么巨魔战将 这边BKB开起来 黏着对手的这个熊战士 还在给对方一个推推 救一下 看看西罗开始往前追 对手现在没有什么太强的反打能力 带着卡尔的这个冰墙 熊战士再找机会 上来给出多双龙龙冰墙 接一下 巨魔战将 旋风飞火 往回走 伐木机 风胀吹 被对方吹风追起来 有这边勾走 能走吗 勾走了一下 卡尔一发天火 针头拉住了西罗 完了 西罗也别带走了 白牛这里又是一个冲 找到了双刀龙 双刀龙的位置 没办法 虽然对方只有一个熊战士 有输出 但是 老闻捏这边这个阵容 打到这个阶段 输出点也有点少 还有就是影魔 影魔确实有点害怕 熊战士这种英雄 贴到脸上 这个输出确实有点少 这贴到脸上以后 影魔是真扛不住 这波双刀龙选到了百活 影魔还有十几秒复活 对方并没有选择 直接去强上高地 选择去下路带一件兵线 因为毕竟已经是中路 加上路两路高地高阔了 现在驱魔山将 还有三十秒就复活了 对方这个高地 有塔防 有塔防的话 对方这拨要墙上 是有机会能打的 要墙上是有机会能打的 因为消耗能力很强 双刀龙加上伐木机 加上小强 这个阵容消耗能力很强 对方这拨想要墙上 一拨墙上难度很大 而且驱魔山将一旦活了以后 加上影魔的输出 和影魔在地形优势的情况下 比较好放的一个大招 对方应该不会墙上 影魔刚才那个位置 他的封杖用过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吹自己 对手的熊战士现在手里面 做的是大晕锤 他没做否决的话 就还有机会 他只要没做否决 就还有机会 驱魔山将现在手里 A让双刀 BKB相位鞋 加一个撒旦 下一个装备 驱魔山将应该要考虑一下 他接着也要考虑一下 加输出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 老干爹这边 驱魔山将挠人有点挠不太 挠的不是挠不动 他挠的有点慢 挠的有点慢 挠的慢的话 对方就有比较多的容错 这块天灰的扫描 是扫到了老干爹这些人 扫到了老干爹这些人 以后白牛选择 是冲了一下哪啊 这是 我听见白牛冲的声音了 但是他好像 几乎是原地冲了一下 想问这个肉山怎么说 对方的召唤生物 过来开视野 被小强直接秒掉 转去魔山将 进来大肉山 二一把天火 炸到了西罗 炸到了西罗 西罗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非博 我们来走一下 驱散掉自己山上的技能 把AMG一个勾 直接勾出去 转身再回来 影魔一直在树林里面提前 准备去摇大 还是要留神一下 对方的这个 真空 真空 熊战士秒双龙 双龙被秒 吹慢了 真空拉墙 三人全中 然后白牛冲过来 影魔再找机会 对方两个BKB 全部开起来以后 伐木机 风筝吹起来 自己 巨魔战将 这块BKB开起来 有点挠不死人 完了被风筝了 这块巨魔战将被风筝了 后排被对方的熊战士 挠死了一个伐木机 白牛再抽 撞一下影魔 影魔这个另外 扛不出我卡儿给让一发推波 脚卸掉了巨魔战将 巨魔战将无奈 打出了GG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老干爹和GG 两只战队 就战成了1比1平 那么1比1平的话 对于 老干爹来说呢 有点可惜 但并不是说 就完全没有机会出现了 因为老干爹在输掉了 这场比赛以后 他们仍然和 Huric 两支战队是同分的 都是5胜7负 而在他们下面 有一个Blacklist Blacklist目前是4胜6负 4胜8负 4胜8负 也就意味着 现在对于老干爹而言 他们明天 对战OG的比赛 将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局 就是如果他们能够2比0 战胜OG的话 就可以保证我再差 我再差也能有一个加赛的机会 就是一定有一个加赛的机会 但如果打成1比1 就要看别人脸色了 所以对于老干爹来说 明天打OG的比赛 就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一定要倾尽全力 不过不管怎么说 老干爹这支队伍 在本届比赛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来说 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到了小组赛阶段 虽然他们的战绩 现在只排在A组的倒数第二 或者说并列倒数第三 但实际上 A组的第一名 或者说前四名的战绩 是七胜五负 然后老干爹的战绩 是五胜七负 在A组这个强队如临的变态级别 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 B边老干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战绩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讲道理真的已经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好吧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感觉老干爹的小组 在打的其实是比XG要好的 因为XG在B组那边 没有多少强队的情况下 现在XG的战绩是六胜四负 六胜四负排在第四名 第一名是N体 第二名T1 并列第一 第三名是Liquid 现在XG的成绩 连近期表现这么差的Liquid都不如 老干爹在A组这边 强队环四的情况下 能够打到一个五胜七负 真的很厉害了 期待明天老干爹能够更好的表现吧 我是三王大叔 咱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